借,借盛,借这个槽,哇,好粗的笔画,配上好细的横画,然后这写的非常的紧密,都感觉都快碰到了,其实说字啊,节奏非常的紧凑,那这逆上去以后,粗粗的,哎,过起来,挑上去的点,这个点,点不要太大,因为这边还要写字,这个滑下来,这个笔画要伸长, 好,这边最长就它了,然后它就带过来,逆上去折下来,右边要比较低一点,横画点,横画点,借,圣,圣,前面滑上去停住,细细尖尖的,这个高一点也是尖尖细细的,然后点点绿有点角度,然后滑上去饱满的,它这里写的,这个地方稍微开了,可以进来一点,不过没关系, 跟它一样,不用怕,哎,挑起来,带过来,点,哎,挑过来,所以其实这里略空,因为间隔带这里,所以冲刺一下,应该会比较好一点,不过没关系,继续, 这个地方的撇,实际上是停住回来的,在写这里的,它没有送出去,那其实有时候不能每次送,因为它漏风好多,这都漏风漏风,如果这要撇出去,都好多尖尖,所以有些地方发现它其实,本来应该送出了,竟然都没有送出,多少跟这美感有关系,如果太多尖尖的,就觉得刺嘛, 所以它要为了避免,这个应该有刻意,很多地方都不送出去,点,上面缩紧,这个张开,然后下面再缩紧,字就有节奏,五, 进,进,哎,这个点比较小,可能因为字比较长吧,那这里面的点还是很大,这个长啊,笔画够长就要表现出来,不然这个字就没意义了,书法每一个字在我看来,都有它的表情, 如果它的表情写不出来,这个字其实就呆了,其实电脑是最大的问题在于,字都没有表情,每个字都一样呆,同一个面貌,进, 学,学,这个滑下来以后,这个也是带下来,带下来以后,再逆上去以后,绕这个圈圈,这下来,叠,介于中间,间隔要做好,下面细的,然后带下来,挑上去, 然后这边是扭一下,带过来,接到这里去,然后这里要再弹起来,滑出来,右边,挑过去,哎呦,对不起,挑太挤了,它也很挤,但是还是有点空间,这个纸中间要抓紧,然后再拉到下面来, 跳上去,然后再滑过去,挺住,学, 呦,呦,呦,它这个,起笔还逆回来,这前面露一个好明显的笔画,你要学它,其实它当时写字很多地方是漏风的,一方面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清楚,它的来龙去脉,二方面可能这样写字比较快吧, 因为,如果停很久的话,速度就慢,那写晶体啊,基本上都会漏风,漏风啊,不知道跟超书的速度有没有关系,时间性有没有关系,可能时间不够,可能有些地方就稍微快一点点, 嘿,呦,灯,灯是短小金干型的,中间写的很饱满, 然后这个撇好劲,撇好劲,然后滑下来以后,拉出去,每个地方都好劲,然后这个扭转了很大,带过来以后,再扭下来,扭下来以后,滑上去,然后带过来以后,撇过来,滑到,它后面好像没收笔,笑起来有点力疏的样子,灯! 是,撇过来,带上去,滑动过来,滑下来,这个滑下来饱满的,你先活一下以后再从这边,丢,还有一个细细的,带过来哦,哦,圆弧度后面加重,把它压下来,是,是,弹上去,逆下来,挑起来,挑上去,滑过来, 然后,折,然后这个,带上去,下来,然后一横,两横,好细一点,哇,这好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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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拉得比较长,弹回来,过来,过来以后,这边是一横,两横,三横,好像跟刚才不太一样,比顺变成这样子,然后再带上来,从这边过来,一横,两横,三横, 带上去,拉下来,铺开,停住,射,直,古代的直,是深的感觉,不是现在的耳朵旁,诶,短的,然后,滑上去,带上去,然后再从上面,逆下来,铁上去,诶,没有送出,没送出,就可以刹车,回来的,点这里,好,那这里比较保持,流动的感觉, 逆上去,滑上去的,然后上去又再,兜下来,兜下来,很化细,写在里面,然后只要写的最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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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笔画,就是这个笔画,然后滑动,滑铁